大家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講講23號聖誕前的賽事 講到第六場,第六場真的沒什麼好講 黃蝦黃,不要講也不要解釋 黃蝦黃做膽,五好膽 第一隻要拖的馬,我就拖這隻龍城勇將 拖了一隻龍城勇將 這隻龍城勇將今天 苗禮得只出一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這隻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既然出一隻,就買他 這隻馬今季沒有表現 但這隻馬是有實力的 這隻馬是鬥志不錯的,就外賣他 第二隻配他外賣飛龍驅 這隻馬真的氣死我 買他跑過Pay,那天又很爛 跑過第二回來,令我的過關全部都斷了 有時候整定的,沒得說 但這次就兜回他 外賣飛龍驅,上場我記得 這隻飛龍驅又跑一跑泥地 跑一跑泥地,看看他兜不兜回來 填草,外賣飛龍驅 然後再選擇,就是這隻鐵蛋王 這隻鐵蛋王,有速度 懶人的,找賴維銘騎 有速度 這兩場馬真的跑得比較差 但希望他放在前面走 放在前面走,也不用騎攻 阿銘也能夠做到的,賴維銘哥哥 其實放一些減榜的更開心 但放過賴維銘更懶 希望再選一隻鐵蛋王 這場我不需要介紹的黃蝦王 阿叉都會選 第一隻要選的,我選苗維德 指出一隻龍城勇將 有些賠率 接著拖三號的飛龍驅 曾經令我哭到不懂得收聲 拖到整個廁所都是血的飛龍驅 另外還有鐵蛋王,希望放在前面走 看看能否捱到一直 我這場介紹就這麼多 希望大家贏得多些,拜拜 拜拜